射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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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嘿我是Hanigan 嘿我是Wong 歡迎回到我們的末日世界模組生成 那今天這一集呢 邀請到我們的汪汪來到我們這張地圖 來陪我去打點怪喔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應該預計會失去地獄弄點我們地獄的物資喔 欸對了我跟你說 就是敲到人啊那個流血 會生殭屍 殭屍很不友善喔 好那那我不要亂敲你我不要亂敲你 呵呵呵 好那這邊呢我已經準備好兩個背包在這邊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這個背包裡面有什麼 這個是你的 嘿 喔我看到裡面有東西了 對對對裡面有很多準備的東西 像最上面是HEV套裝 這套裝備還蠻厲害的 然後我有另外給他加裝了電力噴射背包 就是我剛才其實有跟你提 就是可以讓我們背起來的東西喔 再來這套裝備 如果你按下Shift的話 它會顯示很多的數值 那上面的數值就是各種傷害類型 它的防禦值 嘿沒有錯 那再來是旁邊有個能量單元 因為這一套裝備是吃電的 你每次的電量消耗完畢之後 就會消耗一顆電池 所以這個等等我們要放在彈藥背包等等 告訴你在哪 再來是下面有兩把槍 一個是散彈槍 一個是Scott 那底下這兩把槍記得要拿 就是我們等等戰鬥的方式 那我有什麼方式把這個背包拿起來的 直接敲就可以了 這一馬行啦 但是我們可以蹲下在右鍵 也是可以直接背起來的 噢 蹲下在右鍵 噢 可以了 再來是 噢 我看起來好醜 我把它關起來 我有裝死裝 嘿 我們可以露出一個拖出來 再來是我們現在是在身上的狀態嘛 那我們可以按B 按B 按B的話我們可以直接打開身上的背包 再來是我們可能會需要各拿兩組彈藥 有突擊步槍的彈槍嘛 還有散彈槍的 我們可能各拿兩組 嘿 在底下有這個工具吧 一個是採礦機 一個是電鋸 這兩個一個就是挖礦 挖泥土 另一個就挖木頭的啦 然後記得烤魚全部先拿下來 等等我們要放在我們的彈藥背包裡 這樣就可以直接吃喔 那那個加的符號是放什麼東西的 這個加的符 咳咳 等一下 卡到 這個加的符號是放 好啦 偷偷告訴你 其實我也還不知道 OKOKOK 沒有問題 我目前不知道為什麼 大部分東西都放不下去 然後能放的東西目前也用不到 所以我還不確定實際功用 好 出現啦 好啦 這邊 喔對 骷弓 它64個外都可以直接摸到你 然後我們其實也可以遠程打它啦 只是我們可能沒有它準而已 我們先來睡一下好了 比較安全喔 我們上去 好 再來是我們還有 身上有6個液體儲藝罐嘛 有 好 那這個東西呢是拿來有點像是水桶的概念 這個東西我們要配合這個軟管 我只要拿這個軟管直接點它 就會跑到背包的那個液體槽裡面 嘿 基本上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是我要把一個電池箱給你 這樣子的話如果我們等等電力背包 欸不對 我可以直接拿太陽人頭盔 好 我去拿太陽人頭盔給你好了 這樣子的話我們電力背包就會一直有電 它會自行充電啦 還滿方便的 它的前提就是要在太陽底下啦 所以也是滿麻煩的一件事情 來來來 對海尼根進行光合作用 戳戳戳 以旁觀意我們還是要帶個電池箱 因為我不確定地獄到底會不會充電喔 敲海尼根 好心 然後這個軟管呢等等我們是要去收集一下岩漿 然後我也要順便收集一下石英 我們石英真的很少我要做出石英棒棒 我這個模組可以把石英棒變成電影桿 厲害吧 強啊 霧術啊 什麼什麼桿 什麼桿 電影桿啊 欸為什麼 超強的 真的很不合邏輯但它就可以 你是裝什麼模組才可以把它變成那個東西的啊 那個是槍械模組的反應式 超厲害的 可是有爆炸危險 它就等於我殺了一個炸彈在我家底下 好啦然後我還要準備一個傳送機 因為其實我等等還要順便找堡壘 我今天想要同時並行一大堆事情 好 那我們來到這個地獄啦 我們先來去找個岩漿來 找錯地方 來 喔喔好 等一下這真的不是RE的 這真的不是 真的沒有RE夠 我每次都會往那邊走 我已經往那邊走好幾次了 媽媽 род 習慣就好習慣就好 你不是不會有衰弱傷害啊 對因為我們這一號裝備 其實有免疫道很高的衰弱傷害 你屏我還是 有衰弱傷害 就是跟平常比那個高度可以高很多啦 你很落地前你要按一下空白鍵 這個地獄很不友善啦 這個地獄還蠻兇的 所以我很討厭老岩漿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我當初在直播做出這個噴射背包 原因就是因為這樣 要下去太麻煩了 路途太兇險 所以我想說飛的可能最快 等一下等一下 你跟我想到一個方法 可以下去沒有那麼兇險 請說 我們先飛到那個大平台上 飛到大平台上 這裡 我身上有一個初始小屋 我們可以挖下去 這好像不錯欸 我們找到他的用處了 我之前一直以為他說沒用的 先撤掉那個 他一直想射我 來玩初始小屋 原來這個東西是有用的 來來來 建一個建一個 我們在地獄弄一個雪地風格的 然後要給他添加礦根 欸這樣礦根會有嗎 欸有欸有欸 他的水會變石頭欸 而軟石的 不錯欸 下來下來 要去撈岩漿了 欸我們找到方式了 太聰明了 欸這我真的沒想到欸 沒有因為我剛想到我剛出生 欸有一個初始小屋欸 我該把它蓋在哪裡 但是你可能又不會讓我蓋 欸那我想到就是 之前那個尼亞斯的我也有修起來 欸我們可以這樣用欸 還蠻方便的 不錯不錯 直接到地獄底部了 但是哪邊是岩漿 看一下 可能直接開嗎 比較快吧 這邊是11層了 所以要往上是不是 可能抬頭會看到岩漿要小心喔 這麼可怕的嗎 喔是岩漿下來了 岩漿下來了 我們趕快離開 這個好像突然覺得 不是一個好方式 真的我們要高一點 對我們再高一點點 高一點的地方 稍微挖起來一下 那從這邊開 旁邊有梯子 喔有梯子 有梯子安全的 好我們可能會 我想一下 我們這個空間要大一點 等一下喔 OK 好這樣子 欸 好像沒中 好像沒中 先下來 好危險 好危險 我要等一下回血 好像有點危險 沒有沒有還你 你挖的洞洞都太大了 我們就一格的那種空間 一格的 OK行行行 等一下喔 我先等一下回血 好我先下去喔 結果 結果 有沒有帶個 木頭什麼之類的 我們可以做一個普通的十字鎬 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他們的槍啊 可以穿牆 可以穿牆喔 這麼誇張 對因為我感受到就是 我一直被他們打 我拿到十字鎬了 你在哪裡 我在冰雪小屋裡面 你在上面喔 對我拿到十字鎬了 我可以挖一個空間了 你在哪 我上來找你 喔對了 那個其實阿 我們的電 不是電鋸 那個採礦機阿 它其實還是可以一格挖掘的 只要你蹲下就可以了 對蹲下它還會只挖一格 然後還會有絲頭之樹的效果 所以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我超愛的 所以我後來都用這個挖方 我先幫你去看一下它那個高度多少 我先簡單下去一下 好大概是在 大概是在32的位置 32 OK 32 讓我去挖一個32的位置 好我這邊應該差不多了 喔 有有有有 可以開始收集了 等一下等一下 有人從下面挖上來了 蛤 從下面挖上來 對下面的洞有怪登出來了 剛剛我們挖的那個 唉唷 我 這超容易掛掉的 這裡 喔 這個是 這我剛才挖的 這我剛才挖的 希望不會遇到什麼危險 好 看來是會 危險來了 危險來了 射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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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射爆它 又來一個 不行不行不行 有有有有 射掉殺掉 超兇的超兇的 出現岩漿了 我們這套裝其實 抗火能力還不錯 所以其實 好像是不需要怕岩漿的啦 突然忘記這一點 我這邊撈到岩漿壺了 我要石油了 我要石油了 我把它煮起來了 不錯不錯不錯 有石油 抽起來抽起來 這遊戲怎麼這麼困難啊 我們等等 找寶寧 喔喔喔喔 哇塞咧 石油應該出現石油怪物 這是 怎樣 從岩漿裡生成喔 真的假的 石油 我們的石油有 有怪物啊 有怪物 夭壽喔 喔喔 石油怪 喔已經到外面了 喔他們是從那裡這樣跳下來的啊 我覺得之後我可能要蓋個類似油田的概念 讓我們在 撈岩漿的時候比較輕鬆一點 但這個好難撈喔 好啦 我覺得這樣的岩漿量應該是夠了 再來就是 我們要來去找個 地獄堡壘 要找地獄堡壘喔 對 我其實應該附近有一個 我記得直播好像有瞄到 只是我還沒有進去看 等一下我迷路了 可是地獄堡壘會不會掛掉啊 不好說 阿我想到了啦 我們可以先回去附魔好了啦 對 好啊 來去附魔一下 我才三等 我覺得有必要 我現在有40等應該OK 我至少可以附個全套保護衫 OK 上面怎麼可以這樣 喔沒關係我們有抗火隊 穿過去 不要怕不要怕 你要怕的應該只有那個怪物 哇飛好快啊 好啦 接下來就是 血量確保是滿的 我們要 想辦法飛回去喔 家裡在哪裡 應該在這個方向吧 我記得